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有一阵子很流行一句话 有些事现在不做 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你觉得呢 我们来听听这首 是出自一位医生歌手 黄申申所创作的 《追求梦想》 梦想是个看不见的东西 只有在回头 忘的时候 才知道是否曾接近 相信是中摸不到的东西 只有在决定的那一刻起 才知道一个信念能走多远 是天是爱 是上帝啊 是那个单纯的相信 让我走到这个地方 是坚持吗 是希望吗 当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 却让我可以梦想 黄申申创作的歌曲 追求梦想 欢迎你收听心灵玩倒 我是你的好朋友 英如 黄申申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歌手 她从小呢 就有明星梦 还是当学生时 就常常跟同学组成乐团 在学校表演 参加各样的比赛 但是为了达成父亲的期待 她放弃音乐的路 转而成为医生 但是心里呢 还是很渴望音乐的 所以内心非常不满足 于是她就开始 投资房地产 追逐金钱 结果遇到金融海啸 让她的投资 血本无归 这才让她重新的思考 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 她到底目标在哪里 她到底要往哪里走 什么事情让她觉得有价值 后来她成为了基督徒以后呢 重新的开始 以前最喜欢的音乐创作 这才体会到 原来帮助别人快乐满足 帮助别人经历上帝的爱 是她最大的邪乐来源 那么当然啦 黄珊珊她生命改变的 这个过程啊 有很多峰回路转的心路历程 非常精彩的她的故事 欢迎你呢 可以上到YouTube来看 黄珊珊医生的故事 黄就是草头黄 山呢 是玉字旁的山 黄珊珊 或是呢 你也可以跟音柔呢 来索取这个 黄珊珊医师的生命故事CD 是出自究竟之声所出版的 《云彩飞扬》这个节目 黄珊珊创作的追求梦想 让我想起曾经在新闻上 看到了一个大学刚毕业 没多久的女孩子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就当上店长 带领了七十多位员工 表现很接触 那记者呢 就去采访她 才知道原来啊 她经过了非常多项 严格的考验 当工作遇到瓶颈 很多人就是抱怨啊 或是选择逃走 但是她不为自己 找任何的理由跟借口放弃 她认为 每个问题的背后 往往都有一个答案 每个困境的背后呢 也一定会有能解决的方法 所以不要太早放弃 因为换一个想法 换一个做法 往往可以给我们带来 不同的突破跟看见 所以呢 我们不要轻易地放弃 我想到在以色列啊 有一个种子呢 叫做芥菜种 它非常非常的小 比一颗芝麻还要小 可是这么小的种子呢 却可以长成 比人还要高的许多的大树 或许啊 在我们的手上 也只剩下这么一小颗的种子 可是不要灰心 不要小看啊 这颗种子怎么这么小 只要我们呢 把它种下 耐心地等待 加上努力地浇灌 这颗种子啊 终将发芽 开花 结实 只要坚持呢 你一定会看见自己的成长 让一如为你祝福 亲爱的天父 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因此当我们在困难当中时 我们要祷告说 神啊 求你赐下盼望给我们 使我们可以倚靠你 就有信心 就有力量 就不惧怕 能够不轻言放弃 谢谢天父 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梦想是个看不见的东西 只有在回头望的时候 才知道是否曾接近 相信是中摸不到的东西 只有在距离的那一刻起 才知道一个新年能走多远 是天使啊 是上帝啊 是那个单纯的相信 让我走到这个地方 是坚持吗 是希望吗 当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 却让我可以梦想 你的心中有没有梦想呢 我最近在读讲义杂志的时候啊 读到了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也带给我很多提醒 他说啊 如果呢 你才二十岁 已经没有了幻想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了青春 如果你已经六十岁了 你仍然在创新 那么你还有青春 这句话是一位政治人物 陈文倩 他对青春的定义 如果我们都还没有二十岁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了梦想 没有了幻想 没有了想象力 哇 这个青春呢 好像已经 已经渐渐走远了 我们都是年轻人是吗 你的心中有什么梦想呢 欢迎你进入 心灵丸岛的Facebook来分享 今天节目聊到这 我们下回空中见啦 拜拜 是天使啊 是上帝啊 是那个当真的相信 让我走到这个地方 是坚持吗 是希望吗 当什么都抓不到的时候 却让我可以梦想 是上帝啊 是上帝啊 So much to be hold So much to be come So much to be done So much to be one So much to be hold So much to be come 是天使啊 是上帝啊 是上帝啊 让我走到这个地方 时间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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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希望 让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 却让我刻意梦想 So much to be done So much to be done to be come to be co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